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我用一记让他彻底傻眼 创业成功后 我送弟弟一套别墅做婚房 又给弟媳拿了彩礼和车子 这已经很服地魔了吧 可弟媳居然还不满意 闹着要把别墅改到他名下 说这样才有安全感 我不懂他的安全感 但我翻着他和其他男人的视频 觉得还是离婚最有安全感 姐 我和阿诚的婚房 你是不是要收回去 中秋家宴上 弟媳刘家突然问我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语气也很冲 这话一出 全家人都愣住了 我有些不解 婚房是我送给阿诚的 你们俩一直住便是 我收回来做什么 房子我多的是 毕业后 我做了点小生意 赚了些钱 后来看餐饮行业发展得好 便将所有钱都投在了这上面 没想到我压对了宝 还真赚了不少的钱 我趁着势头 接连着开了好几家连锁饭店 果然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 我也算得上一个中上层的富婆了 半月前 弟弟结婚 我大手一挥 送了他一套百万的别墅 本是要将房子过户给他的 但他非不要 说什么年轻人得自己赚钱买房 我便只能作罢 没想到刘家突然提起 倒让我有些发猛 行了 好端端地提什么房子 吃饭 我弟临城 显然不太高兴 闻言 刘家眼一红 他吼道 你凶什么 我就是问一下 姐姐要是把房子收回去 我们不得重新找房子吗 到时候 无家可归 你要我跟你去大街上住吗 这都哪跟哪呀 我微微拧眉 看着刘家的脸 我有些恍惚 这姑娘之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房子你们尽管住 我不会收回来的 我保证到 对 我爸妈也赶紧打圆场 姐姐送给弟弟的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刘家冷哼一声 随即哽咽道 说到底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房子又没写我的名字 到时候 一发生什么矛盾 你们不得把我赶出去 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闹这么一出 我算是明白 他想要什么了 我看向临城 临城有些难堪 结婚前 我们说好了的 我们是年轻人 房子得自己赚钱买 明明你也答应了的 况且财礼已经是我姐出的钱 车子也在你的名下 你别太过分了 刘家哭着怒吼道 姐姐都说了 房子送给我俩 我就是想在房本上 有个名字 这很过分吗 而且 姐姐有钱又不差钱 她都送那么多给我们了 多加一个房子怎么了 好家伙 我眯了眯眼睛 再有钱 那也是我的钱吧 我又不是冤大头 我还没说话 临城就和刘家吵了起来 两人谁也不让谁 刘家瞪着临城道 要是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们就离婚 这日子不过了 爱过不过 临城也被逼急了 我拧着没看着这场闹剧 我爸妈也看得心累 不过听到离婚二字 我们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没嫁过来之前 刘家可乖巧了 说话温温柔柔的 又懂事又孝顺 对我弟体贴入微 不仅我爸妈对他满意 就连我也十分喜欢他 没想到 如今不过半月 他竟然就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看来之前 他还挺会装的 我正准备说话 缓和一下气氛 就在这时 刘家突然起身 一股大力将桌子给掀翻了 啊 我避闪不及 滚烫的热汤 顿时洒在我的手臂上 即便隔着衣服 也疼得我忍不住嚎叫起来 顿时 客厅内一片慌乱 我疼得面色扭曲时 突然听得刘家小声说 活该 我有些诧异地看向刘家 他一副十分厌恶我的样子 不过对上我的眼睛 他又立马变了脸 我有些疑惑 但疼痛很快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临晨开车送我进了医院 烫伤的地方不多 加之处理得及时 医生说只需要按时抹药换药 不会留疤 文言 我爸妈和临晨都松了一口气 对不起 姐 临晨很是愧疚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无理取闹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带来 跟你道歉 刘家估计是知道自己惹了事 没跟来 不用了 我揉了揉眉心 心里有股怨气 幸好那汤是对着我的 没伤着爸妈 不然我要你们俩好看 还有那房子 什么时候有空 我过户给你 因为一套房子闹得大家心神不宁 着实有些不划算 我将房子过户给临晨 加不加刘家的名字 便是他们自己的事 不要 临晨紧紧拧眉 我还年轻 有手有脚的 自己能挣钱买房子 姐你别替我操心了 爸妈也同意地点了点头 说得对 总不能什么事情都靠你解 承老想起刘家说的话 我也有些不想 便宜了他 便没再坚持 临晨送爸妈回家后 我也打车回了自己的小窝 实在无语 就给闺蜜陈琳 吐槽了这件事 陈琳幸灾乐祸道 嘖嘖 早就看你那地席 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非不信 这下你可有的忙了 在家休养了几天 陈琳说 为了抚慰我受伤的心灵 邀我出去玩 逛了一天的商场 数时有些累了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时 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是刘家 他旁边的是他妈 母女俩买了许多东西 脸上不见疲惫 一脸喜意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陈琳问我 我冲他翻了一个白眼 我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不过我挺好奇的 给刘家的八十八万彩礼 他全部都拿回娘家了 现在哪里有钱买这么多东西 光是他手上的新款LV包 可就要八万块钱 林承虽能赚钱 但八万块钱对他来说 绝对不算小数目 正想着 我突然听到刘家妈问道 佳佳 你花这么多钱 林承知道了怎么办 又不是花她的钱 刘家不懈道 林承那个傻子 她哪里能拿出这么多钱给我花 有个富婆姐姐不好好利用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嫁给她 那你这些钱怎么来的 刘家妈又问 刘家挑眉一笑 您别管 反正我就是有钱 家家 房子有着落了吗 别提了 她姐舍不得房子 一直窜多着林承不去过户 说什么要靠自己买房子 听着他们的话 我脸色微变 怪不得那日 她骂我活该 原来她以为林承不要房子 是我唆使的 亏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看着她这尖酸刻薄的模样 我真怀疑 当初那个温柔乖巧的刘家 是被她给夺赦了 晦气 我低声骂了一句 陈林笑了笑 现在看清了也不算太迟 走吧 我请你吃大餐 我们去了楼下的一家西餐厅 刚吃两口 外面突然围了一群人 七嘴八舌的 只听的是什么食物中毒 很快就有一辆救护车来拉人赶往医院 我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感觉那家饭店有些熟悉 这时 陈林突然道 小宁 出事的那家饭店 好像是你旗下分支 哎 我微微愣住 不会吧 不过我仍是有些不安 饭也没吃 便走了出去 一看 果然是我家饭店出了事情 靠 我低声咒骂了一句 连忙走了过去 因着食物中毒的事情 饭店被重重包围着 由警察来取证 还有一些客人要求退钱 经理见到我来 一张脸很是慌乱 老板 我紧紧拧眉 瞪了他一眼 配合警察查清楚 饭店嘛 人多 客流量大 偶尔有点小摩擦是尝试 可是我开了这些年的饭店 还是头一次 有人食物中毒 这要是传了出去 其他店子都会被影响 现在能做的 就是配合调查 再安抚好中毒的客人 想着 我又交代了经理几句 这才赶往了客人所在的医院 中毒的客人是个老大爷 好在中毒不深 没出什么大事 我松了一口气 随即向他的家属赔礼道歉 并承诺给他们一定的赔偿 闻言 家属总算点了头 出了医院 我还没到家 就接到了经理的电话 调查结果出来了 中毒原因是食材不新鲜 听到这个原因 我生气问道 怎么回事 谁负责的采办 要知道 我名下的餐厅都有固定的进货渠道 比如海鲜 从沿海港口直发饭店 肉类则是直接和屠宰厂定 蔬菜则是周边农场直送 按道理 不会出现任何食材问题 除非有人贪污 或者更换了供货商 是小老板 经理道 我愣了一下 什么小老板 您地习 经理道 刘家学历不高 没有工作 他求我给他安排份工作 我就给他在我的饭店安排了闲职 可我没想到 他竟然利用和我的关系 在工作中要武扬威 谋取私利 我总算是知道 他哪里来的钱买包了 把证据发给我 我说完 挂了电话 直奔别墅 姐 你怎么来了 临城看到我很惊讶 看当地新闻了吗 我没理临城 而是问刘家 刘家面色一变 稍稍有些心虚 啪 我气得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刘家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姐 你干什么 临城也一脸震惊 将刘家护在身后 我怒道 你问问你老婆干了什么好事 我告诉你刘家 我打你这巴掌 都是轻的了 要是那老大爷有生命危险 我都想把你送进去 自己看 说完 我把手机递给临城 上面是经理发来的详细证据 他采办的原材料 全都高出市场10%的价格 不仅如此 不知他哪里找的合作商 里面的肉类几乎是科技狠活不说 很多都已经变质了 仗着是我弟媳的身份 充当饭店的小老板 从中谋取暴力 我都快被气死了 临城看完后 转身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刘家 他一脸慌张 想要解释 我冷声打断 刘家 从现在开始 你被饭店开除了 姐 刘家急了 我错了 都是我糊涂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没理他 继续到 另外 把你捞的钱全部还回来 大爷的一切赔偿 全由你来负责 我没钱 刘家想耍赖 那就报警处理 我冷笑 刘家脸色惊变 哭着跟我说他真的没钱 他在商场大肆挥霍的时候 可没说没钱 我警告他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否则你别怪我大意灭亲 我让经理把调查结果发在微博上 并且承诺 我们以后在实物上会严格把关 请大家监督我们 好在我们饭店一向名声不错 也只是一家饭店出了幺蛾子 不少老客户都帮我们说话 老大爷家属也体谅我们 总算没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刘家赔偿完后 听说被林成打了一巴掌 哭着回了娘家 几天后 我妈叫我们回家吃饭 刘家没跟来 饭桌上 我妈炖了我爱吃的排骨 我一边大块朵頤 一边问林成 你打他干什么 刘家贪得无厌 我动手打他 尚在情理之中 但林成一个大男人 动手打人 总归不好 林成脸色不佳 他咬牙道 他活该 他说他没有安全感 我把买房的积蓄和工资卡 都给了他 结果他倒好 转手把钱给了他哥 全被赌出去了 闻眼 我和爸妈都有些震惊 瞎了眼了 我妈面色不悦 对刘家越加不满 我看了林成 没说话 难怪好脾气的 他会动手打人 感情刘家心里 只有他的娘家 完全没我弟 和他的小家 照这样 这两人 还能过得下去吗 我正想着 电话铃响了 刚接通 对面就传来经理 惊慌失措的声音 老板 出事了 有人来咱们饭店闹事 砰 经理说话的同时 砸东西的声音 源源不断地传来 我心一慌 怎么回事 先报警 我立马过来 挂了电话 来不及和我爸妈详说 我转身就走 林成怕我出事 也跟在我身后 很快 我们便到了饭店 一看那砸店的人 竟有几分熟悉 爸 妈 大哥 林成震惊地喊道 我这才看清楚 和店员撒坡的是 刘家的父母 砸东西的其他人 是他们村里的亲戚 经理擦着冷汗 老板 刘家带着人 在二楼砸东西 把客人全赶跑了 小贱人 刘家妈指着我怒骂 让我女儿给你背锅 唆使你弟打她 活该你嫁不出去 她说完 一脚踢在我的花瓶上 花瓶瞬间破碎 我脸都绿了 你知道那花瓶多少钱吗 我冷冷问她 二十万的东西 你一脚踢没了 你赔得起吗 所有人都慌了 刘家霸不信邪 你哄谁呢 真以为我们是农村人 就觉得我们好欺负是不是 这时 上面还传来 乒乒乓乓乓的声音 我和林成对视了一眼 赶了上去 刘家正杂得起劲 看到我们来 他眼里还有股抱负的快感 我握了握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控制住了 想给他一巴掌的冲动 刘家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是怂了 他正欲开口 下面有人高喊 警察先生 就是他们闹事 快抓他们 你报警了 刘家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冷哼一声 等着进局子吧 说吧 我转头就下楼 没想到刘家突然冲了过来 我余光贴到他要推我的动作 下意识地侧身 刘家一个没停止 竟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只听得一声惨叫 他便晕了过去 很快 他的身下渗出一片血迹 刘家流产了 医院 我爸妈也闻讯赶来了 彼时 刘家爸妈和他哥 正在医院大闹 他哥刘强 甚至想动手打我 我爸妈和林承泉护着我 林承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那可是你的孩子啊 你好狠的心啊 刘家妈妈哭得满脸折子 指着我弟大骂 我看向林承 林承一脸悲痛 毕竟是他第一个孩子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 没了 他心里难受得很 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刘家妈见他不说话 骂得更难听了 我忍不住想开口时 警察把刘家爸妈和刘强带走了 终于清静了 我拍了拍林承的肩膀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姐 林承坐在椅子上 捂着脸道 我想离婚 因为孩子 我问他 有这个原因 林承沉声道 如果不是他起了 坏心想推你下楼 孩子不会出事 我沉默了一下 刘家推我时 林承就站在我旁边 他看得最是清楚 我道 姐支持你 一日 我去了一趟警察局 饭店损失了将近三十万的财产 情节严重 如果不与我达成和解 会坐牢的 刘家妈和刘强 没了往日的嚣张 一个劲地求我放过他们 我正欲说话 刘家爸冷哼了一声 求他干什么 该是他求我们 他杀了家家的孩子 警官 我们要告他 警察有些无奈 先生 监控我们已经看了 是您女儿要推人家 结果自己偷鸡不成十把米 如果非要追究的话 这位女士还可以告您女儿 故意伤人未遂 闻言 刘家爸妈被吓住了 两人挪了挪嘴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我考虑了一下 顾及这凌晨的感受 我开口道 只要你们赔偿饭店的一切损失 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三天后 刘家爸妈几人 就把钱给凑齐了 但是刘家和林诚 因为离婚 闹得不可开交 刘家不同意离婚 但林诚态度坚决 两人甚至在医院 大吵了一架 这是他俩的事 就算是姐姐 我也不好掺和 不过闹了一个多月 两人也没真的离婚 刘家挺会拿捏林诚 又是撒娇 又是道歉 有天夜里下大雨 他在楼下淋了一夜 打电话哭着求林诚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 所以两人还在一起 也不算太意外 刘家算是学乖了 听我妈在电话里说 她自从出了院后 一直在家里帮忙做事 孝顺得很 也不再提房子的事 对林诚 也是体贴入微 想来 应该是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我笑了笑 倒也不一定 刘家住院期间 我去看过他一次 那一次 他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像是要掐死我一般 更何况孩子流产 也算跟我有关系 我不信他放得下 小宁 我妈又到 家家说他知道错了 他想请你吃顿饭 向你正式道个歉 道歉 事情都过去多久了 现在想起来这处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眯了眯眼睛 还没说话 我妈又替刘家说了几句好话 老人都想家庭和睦 我能理解 于是应声道 好 我去 我妈告诉了我时间 没聊两句 便挂了电话 晚上 陈琳突然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过来 我点开一看 里面是刘家和一瘸腿男人说话 那男的一个多月前刚见过 正是他哥刘强 三年前因赌钱欠了债 被打断了一条腿 刘家冷声道 哥 等你和他结婚 他所有钱都是你的 有了钱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你疯了吧 我有老婆 有孩子 你大姑姐 他能看上我 刘强不信 刘家翻了一个白眼 你傻呀 有我帮你 你肯定能把他拿下 到时候 你跟嫂子离婚娶她 要是她不从 咱就闹 她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女人 破坏别人的家庭 看她还要不要脸 视频戛然而止 我被气笑了 刘家竟然把主意打了我身上 让刘强娶我 往后我的财产 全都是他刘家的 若是我不从 他们闹起来 没有钱肯定解决不了这事 像他们这种贪心的人 往后就是一个无底洞 我有再多的钱 也只能白白送给他们 想得倒是好 我握了握拳 陈琳恰时打来了电话 气死我了 他很是气愤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也不看自己神妖蠢样 竟然敢消想你 小宁 这些日子 你可要小心些 看他们样子 不知道得出什么损招 我知道了 谢了 挂了陈琳电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 想来他说的道歉犯 也不过是个幌子 不过既然他敢把算计我 也别怪我给他一个回礼 但也得看 他收不收得起 我让朋友帮忙 查了刘家最近的动向 还有刘强的一些信息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第二天 朋友就把他的资料 发给了我 刘强的老婆李红 倒是个突破口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两人同样爱赌 资料上显示 两人是自由恋爱 但李红性格比较凶猛 就连刘强 也有些怕他 若是让他知道 自己的小姑子 缩使自己的老公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会不会杀了刘家 想着 我勾起了一抹冷笑 打听了李红常去的地方 我和陈琳多次去蹲他 蹲了半天 他终于出现了 他似乎认出了我 一脸高兴地向我走来 我和陈琳假意 没看到他 随意聊天 小宁 这条金项链 可值不少钱 真是刘强送你的 陈琳提到刘强的名字 我看到李红愣了一下 是啊 我弟妹刘家说的 而且还是她亲自送来的 能有假 你真要跟刘强谈恋爱 哎呀 她还在追我了 我故作甜蜜 余光里 贴到李红的脸黑了 她躲在角落 偷听我们讲话 见状 陈琳继续道 可她不是有老婆吗 她老婆叫李红对吧 对啊 我点了点头 但佳佳说 她们俩感情不好 几个月前就离婚了 佳佳一直在撮合我和她哥 我也想着知根知底的 二婚就二婚吧 我和陈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李红在角落里待了许久 临走时 眼眶红得可怕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冷笑了一声 好戏 要开场了 接下来几天 刘强时不时地出现在我面前 故作姿态 妄想吸引我 我保持着距离 但也没彻底拒绝 这几天 李红也一直偷偷跟在刘强身后 看着她对我献殷勤 几次气地眼红 终于 到了刘家约我的日子 在赴约前 我匿名用短信 将视频发给了李红 我到时 两家人几乎都到齐了 除了李红 刘强也穿得人母狗样 我笑着走进去 给他们打了招呼 前脚刚进门 后脚 李红就走了进来 嫂 嫂子 你怎么来了 刘家看到李红 明显有些心虚 贱人 李红抡起椅子 狠狠砸向刘家 他被砸得当场见血 尖叫生起 李红却没放过刘家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现场一片混乱 林成去劝架 还挨了两巴掌 挨得也不算亏 毕竟这事也算跟他有关 刘家可是他招来的 最后他只能选择报警 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警察举礼 警察看着我们 似乎有些头痛 怎么回事 警察询问 刘家捂着头 指着李红哭道 都是他打我 我要告他 让他坐牢 呸 李红一脸凶样 狠狠吐了他一口水 他窜多他哥跟我离婚 去娶他大姑姐 小贱人 我打不死你 说着他抬起手 警察一个眼神 他立马又放下 什么 我爸妈坐不住了 他们问道 什么意思 刘家咽了咽口水 很是心虚 那种成猪头的脸 难看极了 他反驳道 你胡说八道 哼 还不承认 你让你哥骗林宁是单身 想干坏事赖上他 好得到他的财产 我听到了你和你哥的电话 你今天会灌醉林宁 让他和你哥生米煮成熟饭 你说什么 林成瞬间握紧了拳头 他看向刘家 随即又看向刘强 刘强有些怂 往后退了一步 更加验证了李红的话 他说的是真的 林成不死心 再次问刘家 刘家还没来得及说话 李红啪一声 将手机放在桌上 我有证据 他放的 是我发给他的视频 李红还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刘家和刘强通话时 他录了音 听完后 林成和我爸妈气得半死 就连警察都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刘家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刘家慌了 哭喊道 阿诚 这是陷害 嫂子他陷害我 我 够了 林成怒吼 刘家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被你用完了 我们离婚 明天就去办手续 说完 我们一家人走出了警察局 离开时 里面仍闹得不可开交 回到家 我爸妈和林成 格外地沉默 我妈抹着眼泪说 小宁 妈以为她真的变好了 没想到她 是妈的错 我爸也是一脸愧疚 当初就应该 让她俩离婚 而不是为了保住面子 引狼入室 姐 对不起 林成哭得哽咽 从小到大 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她一个瘸子 怎么配得上你 我一想到 如果她们奸计得逞 我心里就难受极了 我不会原谅她的 我点了点头 姐说真心话 这个婚 你们真的要离 刘家心术不正 真的不适合林成 但离婚是场持久战 因为刘家不同意 但林成铁了心 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 刘家三天两头求原谅 都没成功 我以为她已经够忙了 没想到她还能 分身出来对付我 她联系了一个记者 在网上发了一则视频 上了当地的热搜榜第一 视频里 我是恶毒姐姐 一直干预着 她和我弟的婚后生活 让我弟家暴她 甚至因为嫉妒 她和我弟恩爱 把她推下楼 害她流产 还窜夺我弟和她离婚 真恶心啊 这个老女人 怪不得三十几岁了 还不结婚 原来是恋地痞 谁有这种大姑姐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解宝男也挺恶心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大姑姐 所以我离婚了 心疼你姐妹 这种姐弟关系 真的很不正常 姐妹快跑吧 两人绝对有问题 看到这些不分青红皂白 毫无理智地评论 我气得脑瓜子疼 视频里 刘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认识的人都知道 她说的是我 而且评论区已经有人 把我扒出来了 我的官方微博号 很快就沦陷 不少人跑在我评论区下 让我赶紧去死 说我是绿茶 还说我和林成关系不正当 一堆人化身柯南 剖析我们俩的关系 甚至不少人 怜悯抵制我的饭店 我正无语时 突然接到了刘家的电话 林宁 这是你逼我的 这个礼物 你还满意吗 我笑了笑 没应声 刘家继续道 只要你让林成 不和我离婚 并且把房子过户给我 我就替你澄清 大可不必 我翻了一个白眼 漏洞百出的谎言 要澄清 很简单 是吗 刘家冷笑 那就等着瞧吧 刚挂电话 林成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干了一件笨事 没有证据 就在网上替我澄清 结果被网报了 更甚至 让人更觉得 我们关系不正常 我柔了柔眉心 宽慰了他两句 这事你别管 不是大事 刘家说的每一件事 我都有证据 我只是在等时机 晚上 我睡了一夜好觉 一大早 陈林就来我家 看到我一脸淡定 他拧没问到 你不急 急什么 我反问 刘家昨晚直播了一个晚上 他在网上一直哭惨 各种抹黑你 这你还不着急 因他这一直播 我的名声更臭了 一大早 我的各个饭店 都被泼了油漆 招牌都被砸坏了 我道 我已经让人再收集证据了 你等我找一下身份证 咱去趟法院 直接起诉他 刘家身上悲观思 对凌晨离婚也算有利 我将有利的证据都提交给上去 顺带告了那些对我人身攻击 毁坏我饭店财务的人 上午就走完了流程 出去后 我找了一个自媒体 以爆料的方式 将刘家干的好事 全发在了网上 我还联系了李红 给了他两万块钱 他便在网上直播 揭露刘家的恶行 他说刘家不满我 就是因为那套百万婚房 没过户给他 靠 这个反转 绝了 这姐 亏我昨天那么同情她 远方传来风笛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富婆姐姐实惨 我要是她 绝对抱紧姐姐大腿 老公都不相了好吗 我又上了热搜 不过这次 是网友们跟我道歉 但也有人支持刘家 在我评论区下 阴阳怪气 对此 我表示不解 于是我顺手告了他们 谁让 姐有钱 且不怕麻烦呢 接下来半个月 刘家靠卖惨成了半个网红 他一边在直播间 不遗余力地抹黑我 一边和林成打离婚官司 但是支持者少 大多数网友 都是去他直播间 嘲讽他的 好几次 刘家被气得 拨不下去 黑着脸 关了直播 而林成和他的 离婚官司 也终于出了结果 两人被判离婚 法院判他将 一半的彩礼和车钱 还给林成 刘家拿不出钱 他父母和他哥 更不可能给他钱 直接放弃了他 据说 他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 为了还钱 他借着几分姿色 在网上挽起了擦边 但他闲钱来得慢 于是便勾搭上了绑一大哥 不出半月 他便把钱如数还了回来 但是也被绑一大哥的大婆揍了一顿 脸都肿成了猪头 这件事还上了当地的热搜 对于这个结果 我表示笑出了声 又一半月后 起诉结果出来了 由于情节严重 刘家被判了三个月 法庭上 他一脸不甘和恨意 冲着我大吼大叫 被警察强制压了下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有些感慨 我将起诉结果公布在了网上 不少网友都说是大快人心 而我因为此事 也算是打开了知名度 因此 我的饭店也更加有了热度 之前抵制我饭店的 现在一个个都跑去消费 然后给我打了好评 当然 也有意见的 听人劝 吃饱饭 好的意见 我统统都吸收 根据意见 我趁机调整了饭店的部分菜单 和一些布局 加之热度 逐步发展成了网红店 不少探店博主 都来我的饭店探店 一时间 真是风光无限 而刘家虽然对外宣称 和刘家断绝了关系 但不少人都对他们十分唾弃 街坊邻居都鄙夷他们 戳他们的脊梁骨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刘家父母受不了 选择了搬家 刘强和李红 也在赌场上越走越远 至于他们这次是 打断了腿或是手 都是活该 刘家能变成这样 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他之所以这么贪心 也是他父母从小教育 他以哥哥为重 要他扶持不成器的哥哥 他窜多他哥娶我 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让他哥 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 而他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所有钱 也几乎都是用在了他们身上 可他现在走投无路 这群人却是对他毫不在意 甚至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想到此 我一阵唏嘘 时间一晃而过 半年匆匆过去 临城到底是受了伤 主动申请调去了外地工作 一头扎在了工作上 我时常劝他 不要惦念过去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的婚姻 就否定自己 姐 你不要担心我 临城有些无奈 我过得很好 中秋节回来 看你们 阿诚 我们的方案过了 老板说给我们涨工资 我正欲说话 手机里传来一阵女声 临城的声音也格外温柔 慢慢走 小心摔倒 我笑了笑 自觉挂断了电话 临城的第二春 说不定快要来了 再见刘家 是第二年的中秋 我携着男朋友回家见父母 商议婚事 男朋友年龄比我小了几岁 但性格成熟 各方面都特别让我满意 而且 她的家底比我厚 我很庆幸 没有因为年龄焦虑 就随意让自己步入婚姻 我在等 等一个我愿意结婚的人 幸运的是 我等到了 买东西时 我看到刘家正和一卖菜的妇人 讨价还价 她已经不如当年风采 一张脸染上了生活的疲惫 看到我时 她僵硬在了原地 连忙刨了几下自己的头发 试图挡住自己的脸 连手上的菜都来不及放下 匆匆离开 卖菜的大妈叫了她好几声 她才回头将菜放下 又逃也似地离开 看她这样 我有些感慨 如果她当初不那么贪心 她现在应该过得挺好吧 有还算不错的房子住 有一份清闲工作 也手握家中经济大权 可惜 这样的生活 她似乎不是很想要 想到这里 我摇了摇头 买完了东西 我和男朋友一路回家 两家父母对我们都很满意 婚事商量得很快 四月我们就领了结婚证 元旦节当天 我们举办了婚礼 林诚也带着她的女朋友 出席了婚礼 她的女朋友个子小小的 长相特别乖巧 看起来很有灵气 特别讨喜 希望这一次 她能够得到幸福 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都能获得幸福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 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